大家好,给大家看一副Tava FC117这一款 在我这卖的很好很好 然后呢,有一个网上找过来的顾客他想要这一款 但是这个品牌它确实出东西太满了 我二月份订的,现在还没到 然后我二月份订了两副这一款 但是呢,一直没到货 而且那两副已经有顾客订了 也是一天都在催我说,什么时候能到,什么时候能到 但是我确实没有办法 这个意大利的品牌,它工厂在意大利 然后,就是我也不知道意大利那边工厂 就可能他们要游游行啊 或者是说新冠影响了 反正就是现在出货出不了 好,然后这个顾客呢 就自己等着急的嘛 他就去香港,油麻地买的 就是托朋友买的 他买回来的话,我问了一下 他说他买成3300多,接近3400块钱 价格差不多哈 我这儿的话,卖的价格 因为他没有关税嘛,他自己带过来的 因为我进来的都是有 珍规的关税的 所以我这边卖的价格是3500多 所以价格差不多 价格差不多 好,然后他把这一副买了之后呢 寄到我这儿帮他配的镜片哈 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我这儿呢 不仅是可以买到镜框 也可以做镜片的 有很多顾客在我这儿买了之后 也是把度数报给我之后 我帮他把镜片一起做好了之后发给他 而且我的镜片的价格是相对较便宜 也不能说最便宜哈 最便宜可能在什么网上 可能要就是比如说某宝啊 或者说那种就是反正肯定网上有更便宜的渠道 但是我这儿呢 相对于市店来说 我是很便宜很便宜了哈 好,然后呢 他这一副呢 配的是离康的镜片哈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的每一副眼镜的话 都会把这个镜片包装给他寄过去哈 他是一副车房片 呃就是说是定制镜片 呃 他的两这一副的话都是没有度数的 没有度数的 然后变色片 离康的变色片的话是采用的 呃跟一世路一样的 呃全视线变色技术 因为离康这家厂的话 有50%的股份是被一世路收购了的 就是镜片厂啊 镜片 离康镜片厂 好 他这一副呢 是没有度数的 啊 没有度数的 好 我跟他那个 我把他变色给大家看一下 好 另外我还想讲一下订购了这一副的朋友 呃 请你们稍安勿躁 确实呢 我也没有更快的办法 因为我也一直在吹厂家吹厂家吹他们那边给我发货 但是确实发不了货 啊 然后这一款SC117的话 呃 刚才你们看到这个颜色的话 确实我这没有 然后呢 我这另外呢 还有三副 就是SC117的另外的配色 我把图贴到这儿 到时候你们看一下 如果对这一款比较感兴趣的话 可以私信我 然后其中有一款是那个限量版的 价格稍微贵一点 其他几款的话是SC117 其实都是限量款 都是它的限量配色 呃 但是价格呢 没有那款限量版的贵啊 也跟这一副价格是一样的 然后另外就是限量版的那个贵一点 到时候我会打在 打在这个地方 到时候大家看一下 如果有需要这一副的可以联系我哈 呃 好 OK 这里的变色也完成了 看一下啊 是变成茶色 很酷哈 给大家试戴一下 能看到吗 到处拍一个照片 贴在这儿 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来是这副带的确实是比较帅 它的颜色灰色呀 因为金色嘛 本身就符合我们亚洲人的一个肤色 好今天就这样 我下一期呢 就把我到北京展去看到的一些见闻 给大家讲一下 好就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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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